我和大家分享一个美国的民意调查报告 这个调查报告里面就发表在dailymail.co.uk 英国的每日邮报 那里就说有64%美国人认为 现在拜登对应新冠疫情的反应是很远 是很远的 这个使得他现在得到人民支持的度是最低的 给大家看看内容 先看看图 这个图里面看到 认为Going Well 什么是Going Well 就是美国应对新冠疫情只有8.35% Going Backly 就是做得很差 现在是64% 一个很简单的题目 做得好还是不好 64%是做得不好的 大家都知道 美国现在每日的新增确诊数目是惊人的 刚刚没多久才试过 一天超过100万个新增确诊 很明显 很明显 现在美国政府 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另外 有一点就是 在去年3月 2021年3月 拜登上场不久了 有67%人 是觉得 是支持 它对应 新冠疫情的方法 但是慢慢 大家看到了 一尾只是说 打疫苗 打疫苗 这个到底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而这个调查 就是查了2,094个成年人 时间就是在2022年的1月12日至14日之间 3日之间 现在大部分人都认为 美国现在政府所对应的疫苗 做得不好 问他们到底怎么不好呢 他们是没有答案的 就算是民调里面的人都没有提供答案 也就是说 你那些出来的讯息是很混乱 讯息混乱 就算你讯息不混乱 如果你没有一个好办法 这一样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第二就是 它只是在推疫苗 就没有实际解决办法 我经常说 一个政府 我们怎么看它是成功还是失败 因为一个国家是上升 还是在衰退 最重要是看下 政府有办法 产生有效的方法 解决人民面对的问题 现在我们看到 现在美国是没有办法 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 应对这个疫情 现在的疫情都是千多人死亡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而另外一个主要的方案 就是所谓的 就是基建方案 这个基建方案 一直拖着拖着拖着 没有办法可以推进 这个就是 完全可以说 政府是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的 主要是关于经济上 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总体经济 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美国面对的通胀 大部分人 一半都认为 他们没有足够的注意力 在上面 在经济上 有百分之五十八个人 是觉得 现在这个政府 没有足够的注意力 关于通胀那边 有六百至六十五个人 原来一个政府 是没有一个有行的方法 去处理这个通胀问题的 那么 后面都不给大家看了 我们基本上已经说到这件事 我们知道 刚才我说的就是 你一个政府 如果是没有办法提到 一些有效的解决办法的话 人民只会继续 对政府失去信心 生活受到困扰 国家无法前进 这个就是 各国家衰退的一个现象 有人当然不同意 认为 美国 烂船有几斤钉 有一定的实力在 我同意 我这个继续同意 但另一个我们要见到 就是 美国 现在的霸权 几个支柱 经济一样东西 科技一样东西 美元一样东西 有人说 他的科技性很厉害 他每一年出产的 那些专利 各种的资产 仍然很多 虽然比中国超越了 仍然一个非常大的分量 大家要记住 他这个科技的产业 是来自什么呢 来自他接受一些高科技人才移民 这班人 只是为了 机会去美国 因此 当机会改变了 这些人是可以离开的 所以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因为他所谓的科技 未必是这样重要 而我们记住 科技这件事 对人来说很重要 是人才资源 如果这个人才是一个流动性 不稳定的 也没有大用 我们最重要 看看他可不可以好得住 但当一个国家 反映一个非常大的暴力事件 譬如 现在已经枪限的问题 非常严重 如果再进一步 那些零元扣 就发展到更加 廣泛 影响到一些 一些有钱人 或者知识分子的生活安全的时候 那些人为了自己的安全 没有说不走 第二个问题 就是他的美元 因为美元霸权 仍然可以扣引美元 去解决问题 但我们看到 现在 他面对的问题就是 他赢了太多美元 现在国内一个非常高的通胀 通胀的受害者 不会是有钱人 他们也不太关心 食物 电油 对他们 这些是他少量的支出 在他的庞大的财产之中 这些根本微不足道 所以他们不关心 但是对小市民来说 每日餐饭 餐食 餐餐清的那种人来说 这些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但是很明显 我们看到 美国政府 是没有办法提出一个有效的方法 控制住 那个通胀 控制住 经济 控制住 疫情 每一块都看到 它是全部解决不了的 所以 我越来越觉得 美国的衰落 已经很近了 但是 记住 所谓很近 可能是十年 可能是明天 这个没有人可以知道 但是 如果大家要做预备的话 我想最少要做两手准备 不要把所有的头柱放在一边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